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没有领导 他们的父母没有权利告他 因为他们的父母一辈子挣的钱都没有他们一个之间二多 他们比他们的父母成功多了所谓 因为他们有名有钱 谁能告诉他们 我们的网络平台没有人引领他们 全是网络的 全是娱乐信息 没有人告诉他们 到底应该如何引领年轻的这些成了名的这些人 他们都有几千万粉丝 他们是现在我们将来再过十年二十年社会的中间力量啊 你如何引领他们的价值观 告诉他们有些事很丢人 有些事你了不起 你瞧 这个报道说 小鲜肉们现在这个小鲜肉花旦们的攀比 在老一辈艺术家眼里早已经看不下去了 作为政协委员的宋丹丹老师 借开会其实不是舔你人吗 就是借开会期间就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啊 就是说我们就是老一辈表演艺术家在那个年代成为知名演员呢 都是自己拼出来的 在行业里的言行举止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 可是当下的年轻人偏偏就要见走偏锋 炒绯闻 劈腿 三角恋 离婚 已经成了提高知名度 屡试不爽的妙招啊 而且人人都在模仿别人的成功术 没有了廉耻甚至尊严都不要 打比方说 哪怕是跟老一辈表演艺术家在同一个剧组 年轻的演员一定要在其他人后到 就是他一定要最后到 才显得自己味大啊 盘亮 哎 这些毛病都是年轻演员相互攀比 形成的坏风气 哎 义军你可以了 就就共鸣了 我在想他说的刚才说的所有那些事情啊 其实那些招儿什么的也不是小先生们自己出的 你说是吧 他后头也有策划人有什么 那些人不见得是年轻人 他说有没有人引领他们 这个话说的 我觉得当然他有 就是小先生现在当道啊 这样的有些态度各方面确实跟传统的那一辈的人做事做人是很不一样的 但是呢 我觉得也得看到他们干的事情是有的时候现在挺主流的 比如说最近有一个小先生不是把眉毛剃成了那个WiFi图案吗 就中间是断的 我当然觉得就很新颖 就他把 你刚才在说他们互联网在引导他们 没有别的人叫他们 他们就怎么了 我就是互联网了 我就是连接了 他是在奔着一个地方去的 这个我们对他们的趋势也要去了解 我脑子里啊 就是有两种互相矛盾的想法 他们有人说这是天才的标志 你知道吗 今天网上有些人 我认为脑力不够发达 就是因为在他们的头脑中不能容纳两种互相矛盾的看法 其实一个人呢 你的大脑里如果能够同时并行不备 两种相反的观点都能在你大脑里存活 其实是说明你啊 头脑是好用的 这是奥巴马说的 对 我就是说啊 比如我脑子里有两种想法 一种想法呢 就是说 世界是不是就变了 我说的这个变呢 是根本之变 就是说啊 我们过去相信的所有的一切 是不是会被终将颠覆 比方说 好 我们学的那些个知识 历史知识或者那些知识 是不是要是新一代的人类 他们一跃进入了虚拟世界 就是比如说现在对于有的玩游戏的孩子来说啊 一天16个小时 他不是在现实世界里 16个小时他在他的游戏世界里 游戏世界里也有社会阶层 有交易行为 甚至有人的情感等等 有探险 有勇气 有什么选择 好 会不会将来人类的智能 或者人类的科技到了一个 就他们生活的是在那样一个 像美剧那个西部世界里的世界 那么在那个世界里的评价标准 是说我看过史记 或者说我是老一辈表演艺术家 我这演技啊 这个这个这个多少年的功夫 梅花相似苦寒来磨练出来的 可是到了未来的某一个时刻 会不会就变到 你看好莱坞现在就是说 许子冬啊 我只要给你拍你的这个几个表情就行了 我电脑就将来的电脑这个就能生成了 我生成就是许子冬在演戏 那么就是我你看这是我同道中的一个观点 就是人类的变 但是还有一个观点呢 就是说会不会也总有一些不会变的东西 就好比你今天跟我说 我说达芬奇的蒙娜丽莎 是不是永远都会是我们所珍重的 在博物馆里头等位置的这个价值 这个是不是不会变的 我觉得不会变的是主要的 变的是比较表面的 但是大家会看变的东西看得比较清楚 因为它在表面 但是不会变的还是还是还是主要的 有对 因为同现在这个流行的剧目的粉丝也好 演员也好 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你们也年轻过 你们年轻的时候怎么不说这些话 现在出来批评年轻的人 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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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而且 他这些开会应该讨论更根本的问题啊 你这些小鲜肉这个娱乐当道 跟分级制有什么关系 有很多一眼就可以看到财产分配有什么关系 这个很多都是 这些都是不变东西 变的 你可以强调很多变的东西啊 我们现在这个扫描 这个扫一扫什么马拉 我们现在危险什么 我总觉得根本的东西是不变的 我觉得他刚才说的话 就是里面有一个 他为什么要在这个场合来提呢 因为你看他用了很多次这个词 这个引导 他还是认为任何的现象 都是有一个意志的东西 可以去扭转他的 一个政策 一个什么东西可以去改变的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将来是要变的 其实他现在应该去恐吓那些小鲜肉说 你们要有危机感 为什么将来机器人可以拍你们的戏了 如果你就是表情包演员 你上来拍几个镜头 这个机器人以后给你弄一个样子出来 而且比你还美 永远都不会变老 想玩你换什么脸都行 那这个以后是你们的 你们应该有危机感 就在未来那样一个 就是这个虚拟时代 还有什么是不能被代替的 就是艺术将 如果在我们未来的那一个时代里面 它是什么 我就常常在想 我就是我最近也看这个西部世界 还有那个黑镜什么的 未来世界里面什么都可以创造出来 对吧 你就跟你这个摩纳丽莎 现在你去复印它都出来 但是没有那个时候的那个灵光 对不对 在虚拟世界里 常常他们写就是写剧本的人设想 那个时候你是不能带纸的 因为纸是代表你还有的这个东西 是创造出来 是非电子的 那么在那个年代 我就在想 艺术会不会变成一种叛逆的表现 你还用一些个性化的纯粹的东西 去表达的时候 那个年代里的艺术将是你叛逆 那一个时代的 就是一样 连叛逆也可以是一个电脑指令 就是我知道你 但是你咱不用想那么远的事 我现在觉得我特别能够理解宋丹丹 对吧 但真是我觉得他还是有一定的情怀的 才能说这个话 说这个话得罪人 得罪那些小鲜肉的粉丝 那些小鲜肉的粉丝们 现在就开始骂丹丹了 就说你行你也上 我们就粉他 怎么了 你觉得吗 我现在觉得怎么说 有些事 你要是老不出去接触社会 山中方七日 世上一千年 像就为了做这个节目 我看了一眼 现在影视圈的情况 出现了一些我不了解 而且我觉得大跌眼镜的情况 但是我不像宋丹丹 我不说他好坏 你们爱怎么造怎么造 对吧 比如说 但是人民日报就开始批评了 人民日报评文叫 凭抠图替身风 演员沦为表情包 难道不可悲吗 人民日报一个传媒内参导读 在这里边讲 徐老师你知道现在拍戏怎么拍吗 某国产古装电视剧 片中的主演 大量使用抠图和替身 什么叫抠图 我们这个背景叫抠图 看到我们这是绿幕 实际上就是我所以我们都不能穿绿色的衣服 是因为在电脑里我们那个虚拟背景 啪气换掉所有的绿色 就抠图 好 片中主演使用抠图和替身 不少镜头破绽百出 例如雨中打斗 头发却一点没湿 有网友笑称 该剧开创了新的模式 叫开口有配音 拍戏各种替 不用实景拍 后期全包园 然后呢 类似乱象在影视圈早已不算新闻 有年轻演员不被台词 演戏时只做口型 不出声 全靠后期配音来弥补 有当红明星 恨不得一年拍一百部戏 档期太紧 剧组竟然制作面具 然后除了进景 全用替身 观众戏称 今天做演员不需要演技 只要有颜值能做表情包就行了 然后有一个人在横店碰到了一位老演员 跟这个老演员开了一瓶酒 两人聊天 这老演员跟他说了一通 我发现太气 让我觉得真是叹为观止 说现在拍戏 这老一辈表演艺术家 其实有点像文革靠边站 拿片酬最高的是所谓的小鲜肉 当然小鲜肉这个称呼也歧视了 就所谓的小鲜肉 他们一部戏甚至六千万 甚至拿到尽亿 但是真正能给你的时间 可能就是二十天 然后就说 哪怕这个老演员拍戏 就剩下这一个镜头了 人家就歇了 小鲜肉到了 导演说 我们跟人家有规定 必须先拍小鲜肉 这个老演员说 我在这儿要等等三个小时 我就最后一个镜头了 说不行 先拍他 然后就是说 那你见到你这个对手演员了吗 没见过 没见过 因为这个拍拍角的这个老戏骨 这老演员 一直在跟他的替身大戏 即便是这演员来了 说人家在保姆车里 我们这个老一辈艺术家 尊重我们 给搬把椅子 您坐在这儿 人家就见不到人的 这里边是保姆啊 什么一大堆 人在车里休息 休息好了 出来拍 然后呢 就是我觉得现在拍戏很有意思的 就是说 这个这个这个小明星来了 当然不见得是所有的情况啊 他讲的是行业乱象 就是比如说 这个年轻偶像来了之后 导演集中拍 拍什么了 真是表情包 就做这个表情 做这个表情 做这个表情 OK 行 走吧 他到时候就把这些表情切割到各种各种 最后期只需要你有特写进景的时候 用到尖制就是个脸呢 就拍你的脸呢 然后呢 就说其他所有的都是替身的 有时候这个老演说 我对着这个六七个角色 他说我是对着空气表演 六七个都是替身 表演艺术家 对 才叫表演艺术家 后来后来说更进一步 就是说连替身都没有了 这六七个都是一个副导演在提词 跟这个老一半表演艺术家 说现在我是 表演的好高的境界 他说我这个反应 他说我们磨练这么多年的演技 那对着一个木头 对着一个空气 对着一个替身 和对着一个副导演大词 我这个感情的反应 怎么能异样呢 所以他还能反映到这么好 这是明老演员的艺术 所以这个 就是平衡木上跳出来的 所以现在就知道 老戏骨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枪枪三运行广告 之后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也有档期 对 就是说你说的对 就是说这个事怨谁 真的你又觉得是真是一头雾水 就是说 比如说小明镜 人说 当然你这个戏我很感兴趣 可是我这个一年拍100部戏 我只能给你10天 好投资商那个老板说了 10天可以 那是你愿意 你非要说10天 我求你 我一天给你几百万 你10天就10天 10天把你的拍完 你就没事了 那你说这到底是小鲜肉的毛病 还是老板的投资人的毛 是文化生产机制的问题 你注意到一个现象没有 你看中国现在票房 需要接近超过美国了 那美国你看电影 它有固定的几家大公司 对不对 它是什么环球啊 什么福克斯啊 什么什么 中国现在你找不到大电影公司的 拍电影都是一个一个剧组 下面的凑起来 特别是电视剧 你看现在有很多电视剧拍的也很好 可是你去看电视剧 它不是有一些制造电视剧的公司制作的 它电视剧一放啊 公司就解散了 你去发现你能记的是电视剧的名字 但你找不到那些公司 为什么都是因为经济的原因 他们很快就不见了 他们的债也还了 搞费也拿了什么东西 追查也追查不到的 都是一次过的买卖 你能你看我们看到了那么多的有名电视剧 你能看得出中国有什么有名的电视剧制作公司吗 没有的 你明白吗 所以整个这个生产机制都是眼前一波的 审查至关重要 我要拍出来的戏 万一审查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不懂 我这个投资怎么办 所以我必须趁着现在审查通过 赶快播出 播出完了 我成本一捞回来 我就不管了 我这公司都解散了 说实在话 你债务都找不到 你搞费 要是当初没拿到的话 对不起了 你想想这个生产机制 有没有人去做这方面的规划研究 我们现在的审查主要是看内容 你不要越界 有些东西不能讲 什么什么 你没想到现在整个生产机制 是在围绕着这个审查机制而形成 对 这个特别厉害 韩国以前他们拍那个韩剧 他们是边拍边写剧本的 现在说为了 现在也有抵制了 但之前说为了进中国 一定要把本子先全写 全写完 因为要给人去审的 所以他们就改变了 他们的这样一个机制 那再对于美国 你看像张艺谋拍那个电影 原来说也算他们想 把它变成一个美国电影的 感觉 但是北美的票房 其实只有10% 你大部分还是在中国 还有一个就是说 很多时候人家说 这是钱的力量 或者说市场的力量 那他只要拍了 他有人看 那不就说明他是正确的吗 对吧 你存在集合理 但我也有点怀疑 真的有那么多人看 我在想 真的如果你全部拍成像表情包这样子 真的有人买单吗 那么多人买单吗 还是说他们这样的投资 预估已经是错误的了 可能当中会有一 现在还热还热 到某一个时候 忽然发现他其实这个投资也是错误的 你要是跟电影制作的人 这些导演啊 或者制作的人来讲的话 那很少人来考虑到演员的表演啊 发型啊 是不是有水啊 怎么配戏啊 讲的就是最基本的就是 我投资多少 对 怎么卖 对 能不能通过 那这 这是最重要的 就是这三条 我投多少 我投资多少 我将来能赚到多少 那么政签能不能通过 很多很多 美国的电视剧 中国很多不能放的原因是 要告诉我们结尾 我们才能省啊 我们要是省 你像权力的游戏 那一年拍个十几 都不知道将来怎么发展的 那万一你后面将来反共了怎么办 所以 所以都要 要有结尾 我们才能省 我现在觉得 这个 不但要警惕政治 还要警惕这个资本 殖民 人的 互相的关系 就是 你知道他现在 比如说这种IP剧 他们就叫IP大剧 IP大剧 导演也没觉得这是什么艺术 不就是抢钱吗 就是个生意啊 抢钱 那么 我有了这几个小鲜肉 才能卖到这个价钱 别的那个电视剧买的 那人就看 有没有这几个人呢 所以有这个几个人表情就行了 那么 好 你说 咱们有时候觉得 我觉得有时候 比如说 人特别容易出现一种看法 就是 我现在就觉得 我经常要提醒我自己 就比如说 有时候看到某些人看那东西啊 就觉得你怎么是吃猪食啊 你怎么就能这东西 你就能看了 你知道吗 但是我需要特别警惕自己的这种意识 就是说 你不能说爱听刘德华的 就不如爱听贝多芬的 我觉得不能这么去歧视别人 对吧 爱好是平等的 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呢 你 他就是有人看 他这个东西 甚至没人看 在资 我为什么说是资本殖民心灵啊 就是我见不他们一些幕后操作的 就中国人太爱操作了 从颁奖礼到电影到票房都能操作 没一样是真的 这两会 这个王健林人家都说了吗 还是谁啊 钟清后说了吗 说假是现在中国最大的毒瘤 比如说 一个花了这么大钱的IP 搞这么多元素 买片子 你看有谁谁谁谁 这行了吧 好 出去 这个网络的这个点击量 不够啊 不够你给我坐上去 你搞假流量嘛 对吗 你要什么影评啊 影评 所以说豆瓣都受批评嘛 豆瓣这么过打分打那么低 对吧 然后就是说 这个 包括这个收视率 收视率 咱都知道了 那都是公开的 不能说的都公开的秘密了 对吧 就什么都可以造啊 因为我这个资本要牟利 你知道吗 所以对我来说是 有条件要上 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 也得赚 他不能不赚 对 我认识一个 做一个做纪录片的一个导演 就是纪录片 应该来说 我们以前认为是不太赚钱 因为他太写实嘛 那他也很聪明啊 他就想了几个办法 他就说 我先想钱在哪里 就说这个什么东西 现在最 就广告里面 就广告市场 什么是最赚钱的 好 他发现一个是药 然后是这个化妆品 他就做了几个 我不能说名字了 就是一个是跟药有关的 一个是跟这个美有关的 而且做的也很好 哇 就是还没有开机呢 这钱花几倍的钱 已经进来了 那么我问他 我说你现在还想回去拍 以前你拍的那些片子嘛 就特特艺术 特真实的 我一想 但是呢 我一想那个东西啊 我几年 那么一点点钱 而且太苦了 他说我也想回去做 那是我真正自己心里想做的 但是我现在是回不了头 对 就还是要相信人民嘛 人民爱看 这谁都没者 相信人民币 对 将下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我对这个中国电影啊 其实总体水平评价并不高 他市场是非常好 可是我最近看了一些个电影啊 我发现就 你围环中国的印度电影 就是咱就说最好的啊 最好看的印度电影 最好看的韩国电影 最近我还看了一个最好看的以色列电影 包括最好看的这个伊朗的这个电影 我就觉得就这些最好看的电影来比 我个人也是主观了 我觉得你中国比不上人家 人家这也是个小国家 对 你常常不是说你看人家电影会哭吗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我也我有时候会会看电影就特别容易哭 后来我想是什么东西啊 我老觉得人家有时候拍的那个电影里面 有个东西叫Innocence 还是那个特别纯的那种东西 对 咱里头好像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少 我们是什么呢 苦难 我们常常歌颂一个人克服各种苦难 或者就是笑的没心没肺 就也不知道在说啥的东西 就Innocence这个特别简单东西 就好像苦难和做作 极强烈的急功近利 觉得一招先呢 这好使啊 就更更更更更更更就往他弄 一直弄到这些恶心 现在都没什么苦难了 苦难都是泄净时代 那个时候的还 还是比较真诚的 我还记得天鹰酸战旗啊 现在回头来看霸王别姬啊 芙蓉镇啊 都是好电影的 不是 纵向看中国的好的电影 不在现在 而且我虎长龙也比现在的电影好 对不对 就那个时代的 什么什么阳光灿烂的日子啊 什么什么 所以我一直主张有电影院 常常放放这些电影 不要觉得中国这些老师什么太迥啊 你假设一种 心花怒放 观想状态啊 如果屏幕上都是这个大批粉丝 喜欢的这种所谓小鲜肉啊 那么对于他们来说 是不是这就够了 对 就好看啊 我是又叫宗教一样啊 我崇拜的神在这 他演的好坏 你根本没必要去评价 越拍越傻还是越看越傻 就变成这样一个循环 恶心循环 就是说 比方本来文化程度不高 不选 因为看好的电影是比较累的 你看你伤感 也付出感情的代价 那些现在来电影 你要动脑筋 你都 当然是娱乐编好看了 我看那个 看不明白的电影 就是撒电影我才累 你老在想 他总该说些什么 或者总该发生什么 但其实没有 类似 而且你比如说 就咱们你记得讲过那个狼牙榜吗 就我也有说得罪粉丝的话了 就是说按说主角是这个胡歌和那个王楷啊 这些帅哥 当然他们也也演得非常好 就他们的水准来说 可是比如说我看 更吸引我注意力的都是这些中老年的配角 演皇帝的那个 演那个什么什么的大内的一些什么的 更吸引我的是这些 因为我知道胡歌他们更帅 更火 但是好像我能够 下面观众在说 豆哥 你老了 还有我就觉得 你看那个西部世界 还有那个黑金那些 我常常想 他们的编剧是什么人呀 这些人懂哲学 懂科学 他知道很多东西 他们在思考很多东西 我在想我们的编剧是 西部世界不好看 西部世界不好看 不好看 我觉得很多东西叫烧脑 烧脑劲 烧脑劲 推荐你们看一个法国电影 L 就她 她的金球奖最佳女主角 今年她抢掉了那个 那个那个Emma Stone的 不过在奥斯卡还是什么 那个毁山关 好啊 你想都想不到 叫L E-L-L-E 叫L 把闻了她 哎呀 这个叫对她 跌眼睛 跌眼睛 对 顺便推 我没有厉害冲突的 所以中国的影视剧 我根本就不关心